各位万门大学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财务管理技术的学习课堂 今天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第15讲的第二小节内容 叫资本结构的理论 MM理论 那么这一节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我们这一讲里面 给大家介绍资本结构理论的这个介绍内容 就是我们的其中第一个最重要的MM理论 那么什么是MM理论之前呢 我们在这里先讲一下这个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重要性 在我们学科里面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要把资本结构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呢 首先我们要界定的是什么 什么是资本结构 那么我们通常讲资本结构的是指 企业各种长期资本来源的构成和比例关系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指长期资本 我们不考虑一些短期的一些资本组成 那么因为呢 为什么不考虑短期呢 是因为短期的资本经常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经常是把它纳为到 我们专门的有一个这个章节的学习 叫营运资本的管理 也就是你短期的一个资本的流进流出的一个管理 那么我们作为资本结构研究呢 一般是指这个长期的资本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资本结构呢 我们讲追溯企业发展的历史 自从企业融资活动出现以后呢 资本结构已经成为我们企业经营者 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因为资本结构直接影响到我们企业的融资成本 尤其是对于一些初创企业 或者是手上有很好的项目 资金缺口比较大的企业 他一定要考虑什么 这个融资成本问题 那么你如何去合理的降低你的融资成本 那么必定要牵涉到你如何去设计你的资本结构 你的资本组成是什么样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正是因为这个实物里面的这个实际需求 我们是引发了我们对这个学术界 或者要理论界对资本结构 进行一个重点的研究 并且后期形成一系列的 关于资本结构的一个理论 那么这是我们讲为什么要研究 这个资本结构 那么讲完了为什么研究 就是我们讲资本结构理论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了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从什么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才真正意义上的去 进行了一个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开始的探索 我们讲在这个理论里面 这个资本结构理论研究领域里面 MM理论是第一个 也是一直就是从前期到 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 著名的这个资本结构理论 那我们在这里 首先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MM理论 为什么叫MM理论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MM理论呢 之所以叫MM 是取得是不是 这个两个重要的财务学家 经济学家 他的名字的打头的第一个字母 就Morgani and Miller 他们都是MM 两个组合 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在这个重要的文章之后呢 他又一系列的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所以他研究得出来一系列关于资本结构 与公司价值的一个论断 我们在这个财务学里面 把它统称为是MM理论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这两位经济学家 他关于资本结构的一些看法的总结 他们的这个观点的总结 这是两位这个获得 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 这个著名的美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这位是莫德里甘尼 这个是Miller 那么MM这个理论的提出呢 它是建设建立在 这个一系列完美的假设前提下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 把它的五个基本假设 在这里给大家进行一个集中介绍 MM理论它的第一个假设呢 是首先是它假设 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量化 并且可以比较 可以比较 第二个呢 是投资人均为理性的 就市场上不存在什么 这个我们讲这个盲目投资的群体 这是属于比较理想状态下的 第三个呢 是完美的资本市场 没有交易成本 就是市场的这个信息化程度非常高 透明程度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是 都是在逐利 逐利过程当中呢 不会产生一些交易成本 这也是它的一个理想假设 第四个 借债没有风险 纯粹是什么 你规定的 这个借债规模是多少 借债的利息是多少 你借100块钱和借1万块钱呢 它不考虑 因为这个债务规模带来的一个风险 也就不考虑这个风险 第五个呢 是公司的EBIT为永续年金 这也是为了方便这个做研究啊 就把它这一系列的这个 公司未来产生的现金流呢 都把它固定为什么 每年都是连续 而且是固定的一个金额 那建立在这样五个基本假设前提之下呢 这个MM教授呢 两位教授呢 才开始了对咱们的这个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 因为如果是外界的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现实当中 可能这五个假设都不可能达到 但是作为我们理论的探索呢 你一定要是什么 前期把一些假设都给设定好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再去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那么对于这个后期如何指导实践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 慢慢的去放松这些假设 来去获得一些 更加接近现实的一些结论 这也是一般我们做理论研究的 这个基本套路 基本套路 那么MM理论呢 在这里面会涉及到两个基本理论 我们也叫它两个基本类型 一个是MM的第一定理 一个是MM第二定理 那么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的区别呢 其实就在于这个假设前提里面 有没有考虑税的关系 MM第一定理 它是考虑在没有公司税的时候 建立起来的这个模型 财务分析模型 这个资本结构理论模型 那么对于考虑了公司税以后呢 我们把它得到的结论呢 或者是这个模型呢 称为MM第二定理 大家记住这个两个定理之间的区别 那么什么是第一定理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定理 第一定理讲的是 如果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和破产风险 而且资本市场充分的发育 有效的运行 任何公司的市场价值呢 它是和资本结构没有关系的 公司的价值呢 完全是由公司的实物资产决定 或者是讲公司 你这个实物资产的盈利性有多强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最直白的 你这个公司的项目本身是赚钱的 那么它就是什么 它的价值提升呢 跟你的资本组成没有关系 如果你公司的实物资产 本身盈利性很差 你当然这个价值也提不上去 这是我们讲 MM第一定理的这个 这个这个基本基本理念啊 它就说 这个由实物资产决定呢 与公司你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比例没有关系 也就是VU会等于VL 在资产规模同等情况下 我们讲VU是表示没有负债企业 VL呢是表示有负债企业 也就是说 在这个MM第一定理的看来呢 公司的市场价值呢 是和资本结构没有关系的 完全是有实物资产决定的 那么我们再来强化一下它的核心观点 把它提电出来 MM1认为 咱们公司或者企业的这个价值呢 把它比作成一个馅比 比作成一个蛋糕 那么这个蛋糕的价值呢 是不依赖于切蛋糕的方式 只取决于它未来收益的现金流组成 那么我们前面也知道 这个在对一个项目进行投资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它后期的所有的现金流 什么利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把未来收益的现金流进行折现 然后再比较它的价值 这个观点就认为 它的价值呢 完全是由未来收益的现金流折现 加总组成的 而不会因为你这个资本的组成 是怎么样而影响价值 那么把公司的资产比赞成一个限比 它是由负债和权益组成 如果固定限比的大小 也就是资产规模 你固定住了 那么负债每增加一块钱呢 权益价值相应的就减少一块钱 那我们在这里讲的就 VU等于VL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饼是一样大的 但是你里面呢 可能VU呢 是一分钱也没借 负债为零 那么VL呢 是有一部分的债务 有一部分的权益 那这个都不影响 在MM1理论认为呢 他们之前是没有 没有这个差异的 也就是说 一个公司的价值和 他的资本结构 是无关的 那么他的理解逻辑是什么呢 是因为什么 他考虑到负债增加 他也承认 就是MM这个定理1呢 也承认这个负债的资本成本 确实是低于股权成本 那么负债增加 所带来降低资金成本 这样的一个效应呢 会由于股权资本成本的上升 所抵消 那么为什么 你的负债增加 会带来股权资本成本上升呢 因为如果 咱们设想一下 现实当中 如果一个企业的负债 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 会不会觉得 他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破产风险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应的 我们在投资他的 就是他要通过发股 借我投资者的钱的时候 我发现他借债非常多 负债非常多 那么我会相应的什么 会使 我会使你从我手上 从股东投资者的手上 农钱的资本会更高 也就是说你负债增加 虽然是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但是呢 你与此同时呢 会使你的股权资本成本呢 也会相应的一个上升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降一升的这样一 一个组合呢 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抵消 所以他认为呢 更多的负债 并无助于降低资本的 资金的总成本 换成一句话呢 就是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呢 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这是在早期 MM 这个米勒教授和莫德里甘尼教授呢 他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呢 做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把设定的一系列的假设条件 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当时这篇论文呢 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公司财务 公司金融的学术界 因为它是可以说是第一篇 关于这个资本结构的 一个可以就是量化 可以这个拿出来量化 并且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论断 当时反响非常大 那么之后呢 MM定理之后呢 定理一之后呢 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大量的探讨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质疑什么 你MM教授 他在做这个 得到这个论断的基本假设呢 太为苛刻 又是这个所有的市场 都是这个 这个投资者是理性的 市场是完全有效的 还没有税 还等等一些 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真空的环境 真空的环境里面产生了结论呢 所以有很多 虽然它的这个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呢 后期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质疑 很多争论 所以之后呢 就产生了MM第二定理 就是说MM教授呢 对于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之后呢 对于这个学术圈里面 这个引起了反响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反思 是不是确实也承认 我这个基本假设呢 是非常苛刻 那么我们就尝试了什么 去解放一些假设 去什么 相应的去考虑一些 实物里面比较重要的 这个现实原因 那几年 那么一个最重要 最明显的现实原因 就是现实当中 肯定是会有税的 因为只要有政府存在的地方呢 你要维持整个政府的 这个财政收入的运营呢 就必须要考虑到税收的一个影响 所以MM教授呢 就进一步的在 第一定理之 这个基础之上呢 加入了考虑所得税的因素 那么考虑了所得税之后呢 我们他会 第二篇论文就发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考虑所得税因素之后 尽管股权资本成本 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上升 他还是承认这个东西 就是风险带来的 这个投资者 对他的这个市场估价 对他的这个股权成本呢 会产生一个上升 上升的一个影响 但是呢这个上升的速度呢 会比负债比率的提高速度慢 也就是说你这个股权资本成本 虽然会提高 但是这个提高的幅度呢 远远没有什么 因为负债带来的好处 提个这个 要多 所以他总体来讲呢 还是说这个负债 因为所得税的存在呢 会负债所带来的好处会 还是会超过什么 因为他带来的风险 是产生的这个股权资金成本的一个上升 那么因此呢 他得到结论就是 公司使用的负债越高 他的价钱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这个WACC呢 就会越低 那么公司收益乃至价值呢 就会越高 那么这个 在这篇论文呢 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资本结构是与公司价值相关的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你这个资本结构里面的负债越多 那么我们的价值就会越高 这就是他考虑了所得税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来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理解 那么为什么我们讲 你这个考虑所得税之后 股权的资本成本会 这个提高的幅度呢 会慢于负债提高的幅度 我们讲因为债务 在这里给他做出一个解释啊 就是债务呢 除了可以直接降低资本成本之外呢 我们在有税的环境之下呢 还要考虑一个 它会产生一个税顿的效应 那么何谓税顿效应呢 这里我给大家做出一个解释 债务的税顿效应 其实就是什么 债务利息 我们讲是属于财务费用 那么一般在这个世界各国的政府里面的规定 为了鼓励企业的这个什么 适当的这个借债经营啊 它对于我们的企业的债务利息呢 是允许在所得税前扣除的 也就是说你债务利息支付的这一部分呢 由于借债导致资本增加这一块 你是不用交税的 你是不用交税的 而且这部分利息呢 我们都要在税前扣除 所以呢 它使得这个借债产生的利息支出呢 会具有一个抵税的效应 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是什么 比如说你企业同样是这个赚十块钱 同样是赚十块钱 但是呢 有的企业它没有这个没有负债 也就是说没有利息支出 那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税法相应的规定呢 你就得按十什么企业所得税法 你就十乘以25% 你就还得交什么 这个两块五毛钱的税 那么如果我们有的企业赚了这个赚了十块钱 但是它的利息支出里面有十块钱 那么结果一减之后呢 税前一抵扣 就变成什么 账面就是我们实际体现的真正的净利润是十 但是我们通过抵税之后呢 我们得到的税前 就是税务论定的这个利润金额呢是零 所以你当期就不用交税了 这就是我们最直接的产生的一个税顿效应 就是抵税的效应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企业呢 我们鼓励一些企业适当地进行一个负债经营呢 就是要考虑什么 你这个税产生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是可以使得一些企业的这个税负呢 发生降低 那我们在这里为了 就是刚刚老师给他介绍税动效应 为了更好理解税动效应呢 我们在这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支付同样的利息和股利 就利息和股利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前面这样就两家企业 一家企业是有借债务的 有一家企业是一分钱债都没借 全是股权的成本 全是股东投入的成本 所以他同样是支付利息和股利 那么利息可以税前支 我们讲税前这个底效 那么股利呢 是不存在这样一个优惠政策的 那么同样我们讲是金额是100 两个公司支付 一个支付100块钱利息 一个支付100块钱股利 利息呢 我们讲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 所以我们所得税可以少交什么 100乘以25%的这个税 那么税后利润呢 相应的就减少了什么 100减去100乘以25% 就减少75块钱 这是我们有借债的情况下 有支付100块钱利息的情况下 那么支付100块钱股利呢 我们讲股利对税后的利润的分配呢 分配100块钱股利 税后的利润就直接减少100块钱 它没有抵税效应 它没有抵税效应 那么对比一看我们就讲 同样是支付了100块钱的这个 我们讲这个固定性的筹资费用 但是因为这个筹资费用的性质不一样 一个是利息 一个是股利 所以导致了什么 他们的对税后利润的影响呢 也不一样 至少我们再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能看出来 由于利息的抵税效应呢 使得你借债的这个公司呢 它会使得它的实际的资金流呢 会减少 就支出啊 会减少25万 那么这个对于企业来讲 就是什么 实实在在的这个钱 省下来的钱 所以我们在这里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呢 也可以很直观的去认识到这个利息的好处 利息税盾呢 之所以叫税盾嘛 税盾嘛 就是什么 当你税打过来的时候 我拿这个盾牌给抵住了 就是说这个盾牌呢 就是利息 能够抵挡一部分的税收 这个压力 这是第二定律 那么 我们总结一下 MM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 一个是什么 考虑着公司税 得到的结果呢 是这个公司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个呢 是MM第二定律 它考虑是什么 有税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承认公司的价值呢 是和资本结构是相关的 那么MM理论的重大意义 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重申一下 就是说MM理论对推动资本结构理论 乃至整个投资理论呢 它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所以当时咱们MM这个米勒教授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呢 瑞典的皇家科学院 对他的贡献 就是MM这个理论的贡献呢 评价非常高 评价为整个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个奠基石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同时呢 它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学术界 开启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敲门石 从MM理论之后呢 就开始学术界由大批学者对我们的企业资本结构 展开了这个激烈的这个讨论与学习 而且形成一批重要的这个学术成果 也由此产生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个第三讲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资本结构理论的一些其他理论 那么通过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就基本上就把这个MM理论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介绍 里面包括MM第一定理 MM第二定理 MM理论的重要意义 还有包括我们最早前面说的 为什么要学术界要对这个资本结构进行一个专题的研究 那么通过这样一系列呢 就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这一节课的收购内容 那么今天的课呢 老师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